冠军就是一个人 你也不管人讲说什么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人 做好你自己 你也不要讲去担心人家还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 就是肩边就是你一个人 你周围是一个人 那里也是一个人 然后我在奥运的时候 我觉得每一天都一个人还在房间 还是什么 因为去那里都是一个人 好在有个教练陪着我到球场还是训练 那个时间我觉得过得蛮辛苦 我觉得最后的时候 团体输了 然后剩八千里 剩我一个人 我觉得剩我一个人去球场还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时间的时候 我觉得很难过 因为也没有什么人 就是说每天都自己这样 然后好彩那段时间还有庙祝 都是说陪着我跟我教练 还有我的我的那个按摩师 这样那时候我觉得还好 就是会很辛苦了 我觉得那段时间过得 我觉得现在想回去 那个十三天的时候 我觉得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紧急的经验对不对 是患上那种肾病 对 他跟我说他是血压高 然后突然间高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很难过 在四强的时候 然后我生的时候我觉得 一个我拼到很辛苦 一个我说觉得 我最少有一面金牌 然后是我输了 我觉得还要打第三第四 也不是讲很稳的 可以生那个成绩 因为体能也消耗很多 然后我觉得我生得我很高兴 我就抱着他 那时候我觉得我都哭出来就说 教练我很辛苦了 然后教练都蛮辛苦 因为他都没有睡 我觉得因为那时候 我跟他房间就是对面而已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 教练你没有睡觉 他没有睡不着 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说 然后我赢了四小块 他跟我说他昨天晚上 他的老婆他听了电话 突然间接近一眼 然后我就呼出来了 然后我就说 不用请教练 就是说我会做 我觉得他能去拼 然后就我输了 我觉得很难过 因为他全是全力的 不想回海外西亚 看到老婆 还是专心的去雇我 然后其实这个病来说 我觉得五月份就开始了的 但是没有这么严重 然后那时候我去唐贝 说他带我去 然后我也是打好他很高兴 然后就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三个月 要准备奥运 然后最后一个比赛 我是打新加坡公开赛 然后之前礼拜天 我要出发新加坡公开赛 拜五的时候 我又听到老婆又在惊艳 就蛮有一点严重 然后我就跟家伦说 家伦你不用去吧 然后我自己都会照顾我自己 我跟他说 然后他就在场上跟我讲 终于不可以 我就要跟你一起去 因为奥运会要到了 这个是我的工作 那个我会放掉一边 然后我讲教练 我觉得这个来自生涯来说 我觉得你老婆比较重要 我这样跟他说 他说没有 他讲的是一个命 不是以求还是最重要的 有什么话特别想 对这样的一个教练说 我觉得其实来说 这个教练我觉得 要找这个这样的教练 我觉得很难 因为他是一个这样讲 很尊重球员来说 还是他这个 他是生涯那个工作来说 他的责任 我觉得很少人会这样的责任 我觉得 因为他不管是谁来说 他早上肯定是六点肯定到 他不管他生病也好 他没有什么也好 他肯定到 不管他老婆也好 还是什么 然后昨晚 我去看他老婆 我跟他说 我讲 我跟他说 对不起 因为教练陪我 这么多时间 我说 他说不用进 最重要还是 我有一个成绩回来 他说 谢谢 他说 但是 觉得很难过 在那个医院 但是我觉得 希望他很快地恢复 这样 我希望他会很快地恢复 这样 其实我看到小的时候的照片 中尾好像 他的样子 从以前到现在 都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从以前很小 除了这一张 对 这一张真的 怎么样看都看不出 是中尾 对 白白胖胖 白白胖胖 他不是 去那里也不用抱他的 是 其实你去床 去市场也不用抱他 人家看到就抢去抱 都给人家抱完 抱完也 其实你自己本身 不是打渔球的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 打篮球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我很喜欢打篮球 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照顾我 然后我一路来 就很喜欢打篮球 出来就打篮球 然后有一段时期 差不多十一岁 爸爸就说 每天看到 做一天比一天 很像那印度仔的 他就回来跟 那像印度仔跑回来 他说那里的孩子跑回来 他就问我妈妈 我妈就说没有 他去打篮球 跟他两、三点在一个城外 室外这样打篮球 然后打到黑黑跑回来 他就说为什么要打篮球 最后爸爸说 不要… 我答应去打鱼球 然后在室内 然后晚上就跟他打 打了,然后就很喜欢 他很小,他就很喜欢打球 他很小,然后我跟哥哥在打 他就跟着我们的球 追 追那个球,我们打那里 他追那里,我打那里 他追那里 但哥哥又不喜欢餐拿完 因为他很小嘛 他都打不到 哥哥就不要在那里玩 那时有没有了 我丢球给他 就在那里打 每人跟他打 就打墙壁 跟墙队打 在四五,五年级的时候 就已经很喜欢打鱼球了 一帮谁就拿鱼 我有一只鱼球拍很… 以前鱼球拍是很贵的嘛 因为那时候一只鱼 那也要… 马币也要整百块 对 所以不给他随便拿 他就偷偷拿 很难买这纸 很难,觉得 九十块而已啊 应该是二十年前 那是很大了,还有九十块 对 我的工钱再多几百块 再来那时 买回来那种很珍贯的 对… 然后我不再就偷拿来 在路中间跟人隔壁的 孩子打来打去 时常很转打球 一放写 手包丢就是拿着那个球拍 四周围去找那些灵机 跟他打球 然后哥哥… 因为妈妈不在 爸爸不在 只有哥哥也在 那哥哥就一回来 看不到他 就是拿一只腾条 他拿一只 然后手包哥哥拿腾条 等着他回来 他就说一直要叫爸爸 给我连球 因为我们那边 Blockage村有一个 他小时候的教练 叫郑兵范 有看到他 他说这个孩子不错 他真的有以求的天分 那一只教练 去给他教 然后有一个 那个厂商的教练就说 这样明天带你孩子来训练 你的孩子有很多很好的天分 他就跟我爸爸说 有一个教练主动的来找你 他就跟我爸爸说 爸爸说我没有时间了 我要做工要固定 他讲我这个 然后就他那个 真的就想办法 他说不用紧 你载他来 然后你放学了 你载他来 我载他回 他说 那么想要教你吗 对 然后爸爸就说 怎样 你想要吗 OK 爸爸就想 我每天放学的时候 爸爸就打回家 你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吃饱了没有 OK 吃饱了 就载我放在那边 然后下午五六点 那个站队就载我回 每一天都这样 一路一路这样 然后就打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喜欢打雨球 所以那时候雨球馆 几乎就是你的第二个家这样子 对 我也没有 就是说放学回来 书包就丢了 然后球牌就挂一下 饭就吃 就去球场 所以第一个家 应该是雨球馆 对啊 然后每天在雨球馆 没有泡 那里都没去 最后我十二岁过后 我就选到冰城代表 然后每天都要有时 一个礼拜要去三天在冰城 因为我住在大三角 然后要回去冰城 然后每天爸爸就 加摩托车 载我到冰城去训练 一百三百五 然后我觉得那时下雨 都穿着衣衣带我去 我觉得那段时间的时候 我觉得爸爸都蛮辛苦的 不管那里有公开赛 太平啊 礼宝啊 公开赛都是小孩子的 那时候他十二岁 我就带他们去比赛球 一起的时候人家 那时候真的他很矮 这么小就很小 他们就问你孩子 来比赛球 比赛球 怎么跟人家打 人家高 都是大人 我说不用紧了拿金银 可是每次都是拿到 进到市场 拿到第三名回来 他一比赛 第一场比赛 人家看第二场明天 他就 嗨 叔叔 你还是有 有 蛮长 都是可以 他一打完就没有人 小的时候都很多去跟 他们打比赛啊 有时然后每个人 都很喜欢看我打球 因为我那时很矮 然后很多那种假动作啊 人家都很喜欢看 然后因为我那个教练 培养到我就是说 念到我那个技术蛮好的 他自从14岁在冰城 没有人打他 14岁嘛 15岁的关键 14岁烧到完 16、17岁的同步 他在讲牌拿到完 单打 双打 坤双 全部打那完 全冰 全冰 所以他们几个也会打赢球吗 会 都会打 会 都蛮强的 第一个比较强 这个是大哥 二哥 这是我 这是忠伟 对 很像 对 我们心里每一年心里 我们都有女风的 我们全部都买同样的 有女风啊 我11岁开始打 然后我进国家就是17岁 然后那个17岁来说 也是蛮有兴趣的 他选我进来是那个 我以前的总教练 那个丹麦的摩登卜 摩登卜 为什么会发现让你 因为我在一个比赛 打赢了第一种 第一种子 然后觉得我这个教练 蛮有条件的 然后就带我进来 那时候我进来国家队的时候 还是排最后第二 有十多个人我排最后第二 然后三个月后 我在进了国家队去训练过后 我已经有一个总结赛 小的17岁 但是他是18岁的比赛 我已经拿冠军了 然后觉得这个他带 他觉得他没有带错人进来 然后就17岁 我就拿了全国的少年冠军 然后18岁的时候 我还打还是拿冠军 然后就慢慢培养到 我就去世界青年赛 我拿第三 然后觉得慢慢就有一点纪念 因为我觉得那时进来的时候 那个国家队的时候 蛮辛苦的 因为每天晚上都打电话回家 哭想回一回家 我们也是跟他讲 如果不能你回来了 不要挣心哭 他去跑那个楼梯的时候 他说真的很辛苦 很披肩 跑什么楼梯 那个什么楼梯 黑风洞 去训练 去训练 要跑楼梯是要给脚力 练到脚力 体能的一些训练 一个早上要跑五次 那是少年队的时候 一个早上要跑五次 那时候他刚来这种播不出 那时候各天不能大便 就是这样 春都春不上 春不上 一大日子是很难有机会回家的 对不对 一年回一次而已 一年回一次 对 爸爸妈妈那时也是很忙 就在工作还是什么 都没有什么时间回来看我 然后就是电话联络 然后又是自己人上来阿姨 看看我这样 然后每天还是会想家 然后一段时机 有朋友了 然后有时去出去还是这样 有一次咯 就是说给人家冤枉他偷钱 就是那时是最委屈 很委屈 真的是很委屈 那时真的是忍到我这个不客人 他跟妈妈说线 他打电话回来跟妈妈说线 说了 我就拿来听 手就跟他讲 那一个我也比较激动 那一个打你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我就 你被人家打 好了 人家打他 我真的是很心痛 其实我晚上都想要他 每次哭 因为打给他他还是在哭 打给他他还是在哭 还是在哭 他可以说 我觉得他在哭整天 一打一打 他听着他在哭 那时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很辛苦 每次吵架 每次爸爸妈妈都吵架 吵架架 放他回来 你们不要这样 我来听你姐姐说 其实有一阵子是蛮想你回家 就不要再来继续训练了 因为可能发生了一些 很不愉快的事情 对 对 是给人家愿望 还是对 给人家愿望 那个时间 但是我觉得过去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 还是坚持的 因为爸爸妈妈浪费了这么 汗水 金钱 时间 但是金钱还是会赚回来 那个时间 已经不会赚回来 我就说他回来了 自己叫他回来 那爸爸就骂了 他说他回来 他还这样小 你要给他做些什么 这样子你给他做什么空 什么什么什么 就在那边讲 他讲他能打 就给他去打 我也是有叫他回来 但是他跟我讲 他还是坚持 他自己是很坚持 他讲他还能 只是说 也是打了个电话回来 告诉我们聊聊天 他会比较 心会比较好受一点 真啊真啊 我是想给他回来 然后他父亲讲说 他的钱厨在那边 你们给他回来 所有不会都 他就兴趣就是以毛球 这样就没办法 我们久久 好像一个月这样 还是两个礼拜 我们就驾车下来看他 那个在国家队那个小的时候 他顾我们的一个 那个叫Mr.Hawk 他就每天晚上来跟我说 他讲这个是你生涯的生命 他就说你要好好 他讲你要住这边啊 什么都什么东西 然后我说我很难过 因为什么东西要自己过 然后每天病完区的时候 六点多七点就会想到家 因为开始没有 那段的时间很得空了 没有什么时期做了 就很想家了 哭在哭 然后一段时期的 差不多哭了几个月两个月 然后那个Mr.Hawk就很好 真的是他 我没有他 也是我已经在病城回病城 他就开始觉得我很难过 他因为我还小 然后每天七点半 他就来了 来我房间 够够够 我叫我去楼上吃饭 然后带我去supermarket 就开刀了 然后带我去pasamala 每天就带我去pasamala 什么啊 去那边去这边就对了 去到我忘记了 那个时间 就不会想在家了 不 没有问题 没事